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到我们的频道了,我是卓哥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关于说在这个2024年呢 其实有哪一些的这个生肖呢 2024年对他们呢是比较不利的 那么在2024年呢,当然有好的生肖的运势呢 当然也有一些的生肖的运势呢 是并不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讲说呢,是属于比较糟糕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年呢 都会有这个放太岁哦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形态税还有冲态税的嘛 那么这一些生肖来讲的话 自然呢,就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来看到底有哪一些生肖呢 是在2024年呢,是会受到一些的影响的 那么我们频道呢,会时常跟大家分享 关于一些的损损类啊,生肖类啊,还有运势类 还有就是说一些的家庭开箱的这一些影片呢 还有APP的这些测试的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可以订阅一下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子我们发布影片的时候呢 你们才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啦,好不好 好,那么在这个2024年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这个生肖属龙的朋友们 那么在2024年是龙年嘛,对不对 所以说呢,在这个生肖属龙呢 在2024年时候就是这个值太岁的 所以说呢,他们的运程呢 都会比较坎坷一些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之上呢 都会比较坎坷一些的 也会遇到很多倒霉的事情哦 所以说呢,你们在这个生活之中呢 在工作之上呢,就要多加注意啦 那么除此之外来讲的话 那我们讲说除了这个生活 还有这个工作嘛,对不对 那么就是身体健康的状况 那么在这个2024年属龙的朋友们呢 也要多注意一下哦 特别呢,是上了年级的属龙的朋友们哦 你们要非常的注意一下 很容易呢,被疾病缠身哦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虽然说,哎,上了一点年级哦 但是还要多注意一下 去做一下运动哦 吃多一点的这些保健品哦 帮助自己呢,提升这个免疫力的 那么在于年轻的这个身孙的属龙的朋友们呢 虽然说啊,你们可能并不像上了年级的属龙朋友们哦 这么容易呢 就是时常生病这样子 但是呢,在这里呢 也要提醒你们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说呢,要小心意外的发生啦 否则的话呢 这个意外呢,可能就会对你们的生命 还有你们的健康呢 带来不好的影响哦 所以这里呢,要给属龙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提议呢 就是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呢 要时刻观察自己本身的运势 还有你们自己本身身边的这些情况呢 那么呢,也会建议属龙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佩戴一些的吉祥物品呢 在身上帮助自己呢 去化解掉这些事情 让自己的生活呢 还有这个事业工作方面呢 都会更加的顺足一些的 那么至于佩戴什么样的吉祥物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的话 我们收集够多的这个意见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再拍多一集的这个影片的 那么第二个生肖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生肖属兔的朋友们哦 在这个2024年呢 他们也可以算是非常的难哦 因为地支的流年呢 与这个泰税呢 是相害的 所以呢 就变成受到了这个害泰税的冲击 那么自身的发展来说的话呢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哦 困难重重哦 在工作之中呢 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特别呢 是做生意的熟度朋友们呢 要注意一下哦 有可能会因为大环境的这个大转变呢 导致到你们呢 不得不面对破产的局面 那么熟度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4年呢 除了在工作之上呢 要小心一点 就是在2024年 很容易招惹这个烂桃花 那么烂桃花的出现来讲的话呢 不仅仅只是会为你们工作上带来烦恼 甚至还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哦 对于你们的这个家庭的 那么特别呢 是已婚的熟度朋友们呢 你们就要更加注意一下 否则这样子的困扰呢 分分钟呢 会对你们的婚姻呢 带来很大的伤害 甚至呢 会造成不能够修复的裂痕 所以就变成 很容易会出现离婚的风险啦 另外呢 生下熟度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呢 这个情绪呢 会比较不稳定一些哦 很容易呢 跟人家去产生这个矛盾 甚至呢 是到达冲突的这个等级哦 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呢 往往呢 就会让我们的命运呢 走向更坎坷的局面啦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 熟度朋友们呢 在2024年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管理好 自己本身的情绪哦 尽可能的与人为善 避免呢 造了无端的是非和这个纠纷哦 那么当然也可以为自己呢 去损购一些的这个吉祥品呢 去来佩戴一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三个生肖哦 就是这个生肖熟狗的朋友们哦 那么生肖熟狗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呢 可谓是哦 他们的运势呢 都是非常的糟糕哦 虽然说在过去的这一些年里面呢 苏狗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运势呢 哎 其实都还不错的嘛 但是呢 来到了这个龙年哦 就犹如哦 生肖熟狗的朋友们哦 被加上一成的诅咒 不管呢 做什么事情呢 都不太顺心啦 其实苏狗的人呢 我们都会知道哦 他们其实呢 都是心有大志 而且呢 都非常的努力哦 都希望自己呢 可以喘出一片天 做出一番成绩的 但是在龙年的时候呢 他们无论如何的努力的 都没有办法呢 去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回报的 尤其呢 是在这个工作方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前面有讲到 苏狗人呢 都是比较努力嘛 对不对 他们可能呢 很努力的去付出 去做了他这些的企划案啊 或者是一些设计啊 到最后呢 功劳都是别人的 但是呢 他们又没有地方好去梭理 好去诉苦哦 就会面对到这种糟糕的局面 那么自然呢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导致到 苏狗的人呢 会变得比较消极 比较失落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提前先看到 自己本身有没有可能 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之后呢 去加紧调整的 比如说 你真的是遇到工作上面 不顺心 或者是遇到说 有人窃取了你们的 这些企划案啊 设计书的时候呢 那么你们就可以呢 就是知道 我会有这样子的运势 那么加以去调整 你们自己的心情 可以帮助到你们呢 不至于这么失落 也不至于呢 就是说呢 把心情跌到谷底哦 无心再去做别的事情了 好不好 当然 也可以选择一些 适合自己的视频呢 去加以配带的啦 好不好 那么就来看 今天的最后一个生肖呢 就是这个生肖属牛的朋友们 那么生肖属牛呢 来到这个2024年呢 也是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糟糕一下的运势哦 往往在新的一年里面的时候呢 生肖属牛呢 往往都会去制定了很多的计划 想要去执行 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 属牛朋友们呢 你们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呢 这整个过程中呢 都会出现很多的突发状况 导致到你们的计划呢 是没有办法呢 去顺足的执行的 那么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呢 就是生肖属牛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 你们的这个财运呢 也是不怎么的好哦 可以说呢 是糟糕 特别呢 是有投资的朋友们哦 在这里呢 就要多注意一下 特别是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呢 否则晚晚你们投出去的钱呢 就会付诸流水哦 可能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那么在这里呢 也要提起属牛的朋友们呢 投资要尽量拿闲钱去投资 还有就是分散投资哦 千万不要估注一折 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减少你们的损失 甚至呢 可以让你们呢 从别地方呢 补回你们的损失了 好不好 那么另外一部分属牛的人呢 可能会面对的 就是在这个金钱上面 或者经济上面的这些纠纷哦 比如说这个生意合同上面的一些纠纷 被人借钱不黄哦 等等这一类的事情 这些事情呢 都是需要消费很多的精力 还有时间呢 去处理的哦 所以属牛朋友们呢 记得也要顾好自己本身的情绪 还有自己本身的身体状态 否则的话呢 很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出现了崩溃的 再加上属牛本身 原本就是天罗地网生肖哦 很多压力收在心里面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在这时候呢 要适当的去释放一下压力 找身边的人去倾诉一下 那么也可以呢 去寻找一些的吉祥品来佩戴一下 帮助自己减轻这些状况 或者是说呢 调整自己本身的情绪了 好不好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这个2024年呢 对哪几个生肖的运势呢 比较不利的 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类的影片的话呢 都欢迎你们在底下多多留言哦 有什么样的探讨啊 有什么样的疑问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好 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啦 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子接下去 我们发布影片的时候呢 你们才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 by bwd6 by bwd6 by bwd6